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丁一文玩音乐 那今天呢 也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很好玩的手机APP哦 那这个手机APP呢 都是跟音乐有关系的 那我在网络上发现了这个是叫做 Rhythm Training 就是节奏的训练 相信很多人呢 学音乐学了很久之后 拍子还是很不好 那现在时代非常的进步 所以呢 你可以除了节拍器以外 还有很多的APP可以帮助你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APP打开了 然后他的画面呢 就是上面写了一个Rhythm Training 那我们一样呢 就是开到一个APP的时候 因为如果没有常常玩手游的话 就会不知道他要怎么操作 那我们就是先找这个小花 小花可能都是在左上角或是右上角 打开以后他就会有一个选项 就是要设定你要的功能 比如说他第一个就是你的音效要不要打开 那你可能是在捷运里面不想要吵到别人 你就把它关掉或是打开 第二个呢是Metron Sound 就是你的节拍器要不要打开 然后跟节奏的提示要不要打开 然后跟鼓的形式 然后你再回到首页去 这边第三个图示呢 这一个呢就是一个节拍器 节拍器呢你可以设 比如说你要60 60就是一秒钟一下 那或者是你要很快 那我们初学的练习大概就是一秒钟一下 就60就可以了 然后再回到主萤幕 那这边左下角呢会有一个就是课程 比如说你是第一集开始最简单的 或者是你要到很高级好像看来越来越难 他总共有哇 越来越难的感觉17 好那我们再回到第一集 然后旁边就是节拍器 你可以随时调整他的速度 好看你觉得太慢或太快 然后这边就是打鼓的声音 那等一下呢你就是用手指头点这个鼓 然后看他的速度 你要跟上上面的拍子 那你要玩这个游戏呢 首先就是要对于拍子的符号 还有就是四四一个小节有四拍 好跟节奏的符号 比如说四分音符他打一拍 然后二分音符打两拍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音乐上面的认识 否则你玩这个是没有办法玩的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先试玩看看他的感觉 那他因为他左右两边都还有一个箭头 就是往下一首歌的意思 所以你就可以先不要动他 那中间就是有一个play play就把它按下去以后 他就会一倒数开始二三四 然后就跟着打 一二三 这两拍就停一下 一二三 然后一二三四 然后就按停 如果你打完就按停 这个打完以后呢 因为他是节奏的训练 然后你就听听看说 刚刚的这个速度60会不会太慢 如果你觉得太慢就把它射超快的 比如说你弄 弄个一百看看 一百就是一分钟要敲一百下了 那先听听看他的速度就会满快的 一二三四 然后就一二三四 一二一二三四 好 他会一直重复到你打对为止 然后你就可以在下一首的练习 就是越来越难 那如果我们到很后面的课程 他就是这个Lesson就是很后面的课程 看起来有一点难 我们看看 有没有 看起来比较容易的 然后如果他有一个锁起来的符号 就表示说你是要购买 那如果你不想要购买的话 你就不要去那个锁起来的符号 就是先把前面的练习先练完 那我们试试看这个9 好二三四 他就变成一二三 一二三 所以他其实会有一个打鼓的声音 然后你打的鼓要跟他一模一样 然后也考验一下你的听力 那总之呢 这个是非常古典音乐的方式 在训练你的节奏练习 所以你的音感要好 听音也要好 那就靠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还蛮有帮助的 对于真正认真想要学音乐的人来说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这个APP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下次欢迎同一个时间 收看丁一文玩音乐 谢谢拜拜